我拍玩偶工厂的时候 用的就是这个头 大部分的场景都是我在网上搜索的一些老照片 及时摄影 一些大师的绘画 然后我把它们穿插在一块进行改变 我觉得摄影一诞生以来 就是为权力所利用的 因为它能仿真 所以很容易造假 我就用这种造假的方式 把这些历史图像穿插在一起 然后做出来一个特别无理头 特别扯的一个故事 其实这个故事什么都不是 就是整个都是假的 这个作品就是整个全部都是假象 我的整个作品都有一种剧场的情节 因为小时候我在剧团长大 我妈是个演员 我小时候就看他们的表演 后来我的作品从临时演员 人工剧团一直到人偶档案 都有这种情节在里边 我的作品就是受我的童年记忆影响完成的 最开始我没想到后来能拍那么多人的肖像 我是想建一个很庞大的肖像素材库 然后我就每年去陆续的去拍摄一些 我所有人的脸我都需要 就是我选择的时候没有任何标准 只要能让我拍 我就很满足 最早期是雇佣的临时演员 拍了有上百张 就后期都是基本上拍朋友 我对这些肖像也没有做特别详细的分类 因为我觉得分的太细的话 我做每张照片就太枯燥了 感觉就像机器一样 我想每次打开这些素材库 都有一种新鲜感 拍临时演员的时候 我当时是选择的是用直接摄影的方式 去激动一些中国人在当下的一种精神面貌 因为结果最后出来的成片 离我想象的相差太远了 最后为了补救这些照片 我才用电脑去把他们的五官打乱了 然后重新组合 重新组合出来之后这种扭曲的这种肖像 其实我才觉得这个就是我想要的 我拍玩偶工厂的时候 用的就是这个头 就这么小 然后我做了一个小型的架子 把他们一个一个摆上去 然后摆了一百多张 最终就组成了玩偶工厂的那种照片 临时演员主要就是想表达 当下中国人的一种精神面貌 就是改革开放之后 中国人的那种盲目和疲惫 就是一切都变得太快了 整个人的状态都像一场狂欢之后的终于过渡 然后到人工剧团 我就是拿临时演员这些素材 把它们集合扭曲 就重新给它整合一下 形成一个大家都知道的这个名人 一个假的这个名人 就是在这个集合的过程中 大家的这种形象 整个这种面部就特地的给打碎了 到人工当案的时候 我就把整个的素材 做了一个更大的集合 就想建立一个很大的一个舞台 让他们在这个舞台上上演一出大戏 这场大戏是一个超级荒诞 无聊可笑 这场大戏是一个超级荒诞